你とってに対して 中文翻译都翻译为对与 怎么分 你とって和你対して 中文的确常常在教课书 或者是上课的时候 都翻译为对与 可是我们来区分一下 你とって表达的是 某个人事物治愈人的意义 例如 父は私にとって大切な人だ 爸爸对于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人 所以对于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人 用你とって 而你対して表达的是 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一个态度 父は私に対して厳しい 爸爸对我很严格 爸爸对我很严厉 这个时候会用你対して 因为厳しい 是爸爸对我的态度 所以严格来说 你とって对于什么什么来说 你対して才是对 你只用对于 一定会分不清楚 那因为你対して表达的是态度 所以它的主词原则上都会是人 少数情况才有可能不是人 所以请各位先记住 你とって跟你対して 原则上是不能够互换的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从中选一个 他们不能互换 但是我举一个例 这考试大概不会考 少数你とって跟你対して 可以互换的 我们把主词变成 タバコ 香烟 香烟对身体来说是不好的 这个时候对什么什么来说 用你とって タバコは体にとって悪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情况 体にとって悪い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 香烟有害健康 香烟造成我们身体某种影响 这个时候香烟对于我 就好像某个人对于我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一样 那我们就会说 タバコは体に対して悪い 香烟对身体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是因为香烟 它是个致癌物 让我们身体产生变化 所以它少数可以变成 に対して的 否则其他 にとってに対して 记住选一个 他们不会是一样的 终极一几棒失君